Hello 感谢BlossomView在我的脸书上有要求说 教我分享我会画还是粗眉或者是平眉 那我现在就分享咯 也不瞒大家说我曾经呢在年少五次的时候 我绣过眉是擦不掉的 但是颜色已经剖得七七八八了 为了更清楚的示范给大家 就只好用这下膏这一只啦 眉毛要画得好 最重要的要求呢就是要把想要毛给除掉 然后用眉刷压压你的眉毛 然后纠缠过程的毛发 我最近在用的眉笔呢是来自15Mera 削了非常好的眉笔 那我希望它的笔头呢是削成平的 比较好掌握 我们先来认一认眉峰的位置 它也是在眉毛最高的位置 通常也是在我们正式前方的时候 跟我们的黑眼珠的边边是平行的 先做个记号 然后我们就来找一找我们眉尾的位置 没错就是在我们虎中所看到的那个交叉的地方 也就是呢跟我们的鼻翼还有眼尾是平行的 好啦可以把眉峰还有眉尾的两个记号 给连接起来了 来我们来找眉头了哈 那因为是画平眉嘛 所以呢这个眉峰是平行的 找到了眉头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记号给连接起来了 我喜欢先把我的眉尾给画好 根据毛发的方向由上往下一直不断的填色 画到大概有0.6到0.7公分的粗度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那眉头当然也是一样了哈 这是由上往下一直不断的往奥发生长方向 填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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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记得啊整个眉毛的形状呢 已经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角度 要不然呢就会很像蜡皮小型的眉毛 那就很不自然了哈 还有要有耐劲慢慢勾画哦 那我们画出面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眉头会画得太过粗辱 那我就建议大家用这幅 稍微的晕开你的眉头 也顺便可以变成你的鼻影哦 满意了之后就用你最喜欢的眉毛膏 稍微的刷一刷 让整个眉型呢更加的立体 最后如果要让整个眉型更加的突出呢 我建议大家也要提亮眉部 呃有两个选择 首先就是用眼影 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 我最近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哦 就是来自Benefit的 Highbeam珠光修眼液 只要点一小点 然后用开就完成咯 喜欢我正式的分享吗 请你来跟所有的Facebook 美军陈美军 还有我的Instagram 也不要忘记订阅 赞 分享 还有留言哦 谢谢你 拜拜